大批人潮突然像逃难般 你推我挤拼命往大门冲 大陆上海IKEA卖场 惊爆疑似有确诊者 临时封闭 网路上流传的影片当中 听到广播上海人简直下风 警民警卫和工作人员 在外头合力压住大门 但里头想出来的民众 死命狂挤突破重围 把门给撞开四散奔逃 事后上海市府回应 是因为有外来人士 核酸裁剪结果异常 卖场出现密切接触者足迹 相关人员必须实施 两天闭环管理和五天健康监测 不止IKEA上海一处码头 一听说有核酸异常状况 所有人脚底抹油先跑再说 眼看疫情开始复燃 上海市官方更宣布 中小学脱幼机构开学后 师生员工天天得做PCR 有24小时阴性证明 才能上班上课 网友讽刺那还不如别开学 日本疫情也很惨 14号新增将近18万例确诊 东京就有2万多例 南韩则是重症患者连两天 突破500人 创下108天来最高点 雪上加霜的是南韩日前暴雨成灾 不少灾民被迫搬到病难所 但已经有至少8人在病难所确诊 南韩当局估计8月单日确诊 将上看20万例 为今一波未平 一波再起 记者综合报道